老板改当老师授技能 点燃偏向希望 在祭坛上耐心教授目工的是学生口中的焦爸 53岁的焦恩里 原是台北市一家工程公司的老板 做起初工来完全没有架子 焦爸三代都是基督徒 因不爱念书 从小就学水电 土木 16年前九二一到南投镇灾 结交了许多好友 去年他退休后 举家搬到民间 成立吉甲学生中心 教导孩子们修水电 木做技能 不走偏路 暑假还带着孩子们铁马玩道 未来生学 一些电机 木工 还有气球 可能都有帮助到 之前你的兴趣是什么 玩电脑 会希望说未来成为像焦爸这样子 很厉害的师父 想爱 谢谢 随着圣诞节脚步接近 焦爸更自掏腰包60万 带领社区婆婆妈妈和志工 用回收来的6000个塑胶空瓶 来做环保圣诞树 前晚他变身蜘蛛人爬上16公尺高的中柱 在50层钢索里来回穿梭 探街 把钢索索名字 又用吊车把自己吊到半空中 直到树体套到圆寒盆台上 点灯咯 这棵希望之树 为当地打造了新景点 就像他传授孩子们一技之长 人生一个明亮的方向